夏日田园杂兴 昼出云田夜积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同孙未解功耕之 也傍桑音学种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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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出云田夜积麻 昼出云田夜积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同孙未解功耕之 也傍桑音学种瓜 夏日里天刚亮 农家的父母就要喝着锄头到田里耕种 为了谋求一家大小的生计 晚上回家还要搓麻织布 整天忙碌心情的工作 家里年幼的孩子 虽然不懂耕田织布的事 但是也蹲在桑树底下 学大人种瓜 这种和乐融融的景象 是农家生活中最常见的 在农忙的时候 常常是一家大小 全家总动员 虽然忙碌 却带着和谐融洽 让人感受到农村生活的平实与淳朴 以前农家的父母 因为忙于农事 孩子们都是由年纪大的 照顾年纪小的 并且还要负责家里的 一切大小琐事 比如喂猪 洗衣 种菜 所以农家的孩子 通常都很懂事 很少会让父母担心 你看 连小小的孩子 都会一样画葫芦 学大人的模样种瓜 不禁令人感受到 自然流露的童真 与其背后的生活压力 在幼小的孩子看来 或许只是觉得 学大人的模样很好玩 怎知 父母是为了生活 而不得不如此 辛勤工作呢 不过 诗中所描写的农家生活 仍是十分自然的 给人一种亲切 温馨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